我想請問就是 我看去年你們當時的 在上一個會期的時候 你們主張24條的修正不要納入國安法 跟這個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相關法律 只接受列入貪污之罪條例 然後現在我在看你們的意見 似乎是比較支持現在內政委員會裡面 已經提到這個 這個國家安全法的第五條之二的修正草案 可以讓我知道一下你們上一個會期 跟現在這個會期 你改變立場的原因嗎 由我們市長向您報告 好 我之前是市長向您說明 事實上我們在現行的 陸海空軍軍官事官服役條例 第33條、34條對我停止發放 跟上司領取這個退休給予的這樣一個規定 但是國安法五條之二 它最主要精神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樣一個 比方說現場有很多委員提出來 對於比方說違反國家法紀 然後涉及內亂外患或者是貪污 治罪的相關條例這些罪行 那麼而且沒有宣告緩刑的情況之下 不管是以退或是現退的人 希望能夠給他一個處分 我想這是我們尊重委員的提案 但是我覺得五字二條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立法意志是什麼呢 就是它對於軍公教 它是一體適用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於我們要達到這樣一個法律的訴求 或者是要達到法律的這樣一個效果 五字二條其實它有它的機會 我想如果要一體適用的話 之前其實就不會也修正通過這個公務人員的這個 退休法了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邊另外在有這個服役條例這邊 來做修正其實並不會說就跟這個 有不一樣的這個標準 但是在這邊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再討論一下 就是其實軍公教是不是說三種 這個業別就真的完全可以一體適用 我想國人應該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尤其你看現在大部分涉及這個共諜啦 或者說涉及這個洩密等等的這些相關的 他都還是很多人員他是直接跑到敵軍那邊 他還不是說跑到比較沒有那麼敏感的 他可能都還是直接跑到敵軍 所以這些的問題為什麼現在會提出來討論啊 我在這邊其實是希望說國防部這邊 因為我剛才也有看到這個副部長的發言 其實都很希望能夠捍衛國防部國軍的這個形象 所以我在這邊希望大家可以不妨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就是因為如果照去上一個會期的講法再照現在的講法 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國防部就是幾乎是大家再多提一點 你們就再讓一點就再讓一點 這樣子會讓人感覺到外界會有一種感覺是你們想在 袒護或是掩護那一些涉及這些事情的人 我相信不是這樣 沒有這樣的事實 沒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如果要杜絕外界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你們要積極參與這個修法 剛才副部長已經表達他非常嚴正的一個立場 我想我們對於這個精神 委員提案精神我們是尊重的 但是至於我剛才跟我們講 只要涉犯共諜間諜間諜罪的這樣一個行為 其實軍公教或任何一個國民 他都不應該犯這樣的罪 所以我們應該用一個統一的標準去對待 是不是統一的標準 我想我們等一下在這個修法的過程 大家應該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但我相信社會大眾輿論 其實為什麼今天發生只要是軍人在對方 都還不一定有涉及這個洩密等等 只是在那邊任職大家的反應這麼大 你可以感受到軍人跟一般其他一般人民 大家的這個衡量的這個心態 大家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邊我是希望說如果不希望 國防部不想要讓外界繼續覺得 好像是在掩護這些人的話 因為你們剛剛嘴巴這個口頭上也有說 其實不是這樣的嘛 那我覺得最好是用行動的方法 那來參與這個修法 因為如果我也有一點懷疑說 為什麼你們現在可以支持美琴提的這個草案 是因為裡面最後提的是由各主管機關訂訂支 也就是最後還是由國防部來訂 那我想這跟國人對於軍人期待的這個 應該要有的這個規範的這個層次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可以更積極 然後大家一起完成它是在法律的位階 我覺得可以確保國防部的形象 謝謝委員的指導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其實任何法律的這個這個處罰的規定 其實他都應該對任何人不管他的職業 或他的身份都要一體對待 你不能說因為對軍人好像最近有一些新聞訊息 然後我們就是說軍人應該加重或怎麼樣 我覺得加重不加重當然有法的這個程序跟著眼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就涉犯共諜跟間諜罪 這個過程這個罪行來說 其實任何職業別都應該避免 都應該不要去犯 當然不應該犯 但我們主張的是因為軍人的退休縫 以及相關的這一些禮遇等等 正因為軍人是很重要的 國軍對台灣對國家來講很重要 所以我們給他有更多的這個優惠跟禮遇 還有這個退休縫等等的這個部分 因此當他結果做出跟國民期待相反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也要更嚴格的來去檢視他 這是我的看法 那希望可以用行動方式大家一起來參與 而不是用每一個會期大家多提一點 你們多退一點 這樣大家難怪會習慣於覺得你們是不是在保護這些人 這樣不好 謝謝 謝謝